老妈去儿子家小住,儿媳好吃好喝招待,老妈仅待三天就再也不想来。 王大娘今年60岁,一个人住在乡下,身子骨还挺硬朗。 他有一个儿子在城里,儿子儿媳多次要老人搬过去住,可是王大娘习惯了乡下的街坊邻居和生活习惯不愿过去,唯一让王大娘牵肠挂肚的就是九岁的孙子。 人们都说隔背亲一点没错,老人想念孙子时才去城里儿子家小住几天,可是这次去过之后他气得再也不想来了。 王大娘来到儿子家之后正赶上孙子放暑假,心里想住可以多陪陪孙子了,也不枉费白来一趟。 王大娘的儿媳是土生土长的城里人,对王大娘还不错,好吃好喝招待,儿子多次提出把王大娘接来住儿媳都在一旁帮助儿子说话,王大娘虽然不打算过去住,但是看见儿媳的这番心意还是很高兴的。 这次来了之后王大娘第一次跟儿子和儿媳吵架,不是因为别的就是为了孙子。 本来王大娘计划住上半个月的,可待了三天除了吃饭的时候能跟孙子见见面别的时候几乎看不见孙子。 原来王大娘的儿媳给孙子报了各种补习班特长班,把孩子的时间排得满满的,因为这个王大娘生气跟他们吵了起来,可是儿媳总是说怕孩子跟不上学习进度,别的孩子都在努力,自己的孩子也不能落下,都是为了孩子好。 王大娘 回去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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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之后邻居都劝王大娘有这么笑着的儿媳就知足吧,人家管孩子你就别跟住志气了,家庭和睦最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